不是看不起翻唱 而是有的歌真的只有原唱才能唱出那个味 最近拳王给黄霄云道歉 毕竟当年喷人家有技巧没感情 不配上歌手 如今却要他强悍的唱功来挽回脸面 黄霄云当年靠这一首左手指乐一战成名 谁能想到这么牛的歌 竟是萨鼎鼎给电视剧 香蜜沉沉浸如霜唱的片尾曲呢 伯碧亭在浪劫舞台上的小美满唱的是真好看啊 有一种家庭美满悠然甜静的幸福感 开年爆单小美满是周深为电影热辣滚烫唱的插曲 周深标志性的星亮声线 勾勒出美满生活的点点滴滴 额外的治愈人心 是周深的歌声 让大家知道生活也可以是个动词 当年还是网络歌手的刘雨宁 翻唱邓紫棋光年之外爆火 以一己之力证明了网红不是见光死 如今更是草根逆袭成大明星 也是颇为励志啊 邓紫棋的光年之外 是电影《太空旅客》的中国区主题曲 这首歌获得过多个金曲大奖 还被邀请到NASA演唱 林俊杰无论是创作水平还是唱功 那都是华语乐坛天花版级别了 但这首像我这样的人 被他唱出一种凡尔赛的感觉 毕竟平凡两个字好像和他很不搭 毛不易的版本感情充沛 微微道来好像在唱自己 又像在唱所有人 像我这样迷茫的人 像我这样寻找的人 像我这样无路无为的人 你还想过多少人 快男含金量最高的冠军陈鼠生和华音老腔谭维合作的胡广生 可以说是神仙翻唱 不论是音色还是情感全部拉满 但是网友表示 在这首歌里啊 没人能打败原唱任素希 真的是演员抢了歌手的活 任素希不但能做自作曲 甚至音色情感 都是很多科班歌手达不到的高度啊 湖南卫视跨年晚会上 胡夏的一首《破简》展现了他超强唱功和清拳般的音色 不过原唱张绍涵一开口还是有一种白月光杀回来的热血感 飞尔乐队把原主唱詹文婷提出号 新找的主唱韩瑞再唱经典 我们的爱却被吐槽声音没有飞尔的好听 到底是老粉的情怀吕镜还是真是如此 我们的爱过了就不再回来 直到现在我还默默的等待 我们的爱过了就不再回来 直到现在我还默默的等待 黄灵的羊可以说是非常难唱 听完田富珍的翻唱 再听黄灵唱的才知道什么是需要打马赛克的嗓音啊 要 Create your love 来呀 回望我程就倒把渔了 爱过了凡程也倒把时光 来呀 爱情我 翻唱有大抱与我 来呀 回望我程又倒把时光 来呀 爱情我 翻唱有大抱与我 当两个音色流氓唱同一首歌 那就是听众的享受了 比如纳英和张慧妹唱的《掉了》 不论是唱功还是情感 那都是顶配 林俊杰和吴清风翻唱的《起风了》 更是各有各的特色 你更喜欢谁的版本呢 不得真假不做挣扎 不去想话 我曾将青春翻有推华 不曾指尖看出世下 心知所动写就随缘去打 我仍敢在于世间之大 有成最低而是经过 不想挣扎不做挣扎 不畏想话 我曾将青春还给了他 连从指尖看出的声下 心知所动就随缘去打 谁能想到实力歌手 唱同一首歌的差距 竟然是如此之大 话题度50亿的大热歌曲 《一路生花》 被周深唱出了 波云渐日充满希望的感觉 说句想单曲循环一百遍 那都不过分 而陈彼得的版本 更像是一个历经风霜的爷爷 摸摸你的头 鼓励你一直向前走 我希望希望去过的愿望 立马找了周华渐日充满意充满意充满意充 散开你家 快活一生悲响一生 只欲我生死欲夺 白处哎呀哎呀 原曲唱的是浓浓的暗恋情感 爱我的话 给我回答 我的爱 爱要没时差 等待是我为你付出的代价 爱我的话 要回答 我只等你 等你一句话 走太远 你走太远 你的回答 你身边是电影百度人主题曲 这首歌陆寒和陈迅录了两版 都是原唱 以前以为啊 流量明星唱歌肯定比不过实力歌手 但是陆寒这首确实是不错 最渺小的我 有大大的梦 时间向前走 一定只有路口 没有尽头 纷纷扰扰 这个世界 所有的了解 只要 让我 留在你身边 最渺小的我 有大大的梦 我愿意安静地活在每个有你的角落 如果生活还有什么 会让你难过 别怕 让我 留在你身边 都陪你住 音乐不知一面 老正带你发现 点个订阅 不迷路